全灵你在你们公司是强势老板吗 我觉得强势的背后 你一定要带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你担责任 所以你是强势 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你看着我爱做主 对吧 我的确爱做主 但是我们家 我老公也是另外一个爱做主的人 就这两个人都爱做主 我们俩不吵架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家的场景和公司真的不一样 因为家里你不回家嘛 你看你这又不合适啊 对啊 我告诉你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他都是喜欢控制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目标感 婚姻就是过下去和不过下去 两个目标对吧 所以你在过下去的目标当中 尽管很想做主 但是你不要企图改变别人 这就变成了相处方式 目标去中 对 所以公司也是一样 就是你的目标 是为了把一件事情做成 我完全同意是这样 完全同意是这样